所以就請到這個證號 你怎麼看 當然中國這次這個介入臺灣的選舉 美國也是知道的 那會不會變成一個美中角力的 這個戰場 而且如果照這個民進黨說的 其實中國如果說這個要查 這個富士康 就是等於要下令藍白河 那現在看起來科猴也不可能河 然後如果你要陷害這個鄭文燦 現在看起來鄭文燦好像也沒有受傷 那郭台銘連署也在繼續進行啊 是還會有大殺招嗎 現在先講 富士康真的對郭台銘來說 很痛很痛很痛 而且對於國民 而對於中國來說 也是下了很大的決心 要去整頓富士康 當中國連富士康都敢動 表示中國這一次是不惜代價 來介入臺灣的選舉 我先講第一件事情 郭台銘其實從來都不認為 中國會搞富士康 郭台銘在登記參選的時候 有人會說 有人就問郭台銘嘛 有人說你的家產在中國 你可能被中國搞 請問你怎麼辦 郭台銘說yes please 對不對 大家都只記得這句對不對 郭台銘有下一句 如果搞了富士康的話 其他的外資怎麼看 換句話說光富士康本身 就佔中國GDP的一點多 中國現在是保三保四 可怕 中國已經不是八八十八的年代 中國是保三保四保三點五 對 少一點多是直接腰斬 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富士康聘一百萬人 一百萬人等於一百萬個家庭 中國現在年輕人的失業率是三十%以上 這三十%富士康可以幫忙消化多少 我照樣搞 第三件事 富士康跟某青菜類的媒體家不一樣 青菜類的媒體家做是中國的生意 富士康的做是左手拿美國的訂單 右手把工作機會給中國人 他是剛主持人講 連蘋果等都會受到影響 第四件事 如果你可以因為政治因素 連富士康這種一百萬人等級的企業都敢殺 其他外商會怎麼想 是啊 我不是講台商 我講外商 美國的公司 日本公司 連富士康都敢殺 我先奠奠我的金粱 我有沒有在中國的重分量比富士康還重 否則有一天 中國也可以因為政治因素殺我啊 那是 所以這些外商都會撤 對不對 對 可是中國殺紅顏了嘛 這一次的整個台灣的選舉 中國是鐵了心要介入嘛 對不對 連富士康這樣都殺 這過來比想都沒想過事情嘛 對不對 好這一塊 好 當中國不計代價不計成本 連富士康都殺的時候 請問郭台銘怎麼辦 我跟大家報告 郭台銘一定退 一定退嗎 現在連署還在進行 我問你幾件事情 郭台銘退跟不退差別在哪裡 可能幾千億生家會不見嘛 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請問喔 他打死不對 他會選上嗎 也不會啊 現在問題就在這邊嘛 如果他差兩三趴 他可能打死不退嘛 你懂為什麼 我如果不要差兩三趴啦 我差賴心的五趴 我打死不退 我去整合侯友宜 去整合柯文哲 等到我幹掉賴心的變台灣走 我再回頭跟中國談判 我這一錢拿就回來嘛 是 問題是他八趴而已 他覺得他有什麼資格不退 那是耶 我跟你講中國 你不出手郭台銘就要退了 你一出手更好給他一個理由退 你懂為什麼 真的啊 他拿著下臉來退喔 臉重量還兩千億重量 我兩億就退好不好 不要兩千萬我就退好不好 那有什麼好講的 他幾千億的身家在這邊 他幹嘛拚 沒有關鍵不是面子問題 關鍵是不會贏的問題 因為對他這種人就是理直面子都要嘛 我如果會贏 我撐到底撐上 我人才兩得嘛 我拿到總統回頭談判 我賺更多的錢嘛 對 那我如果根本不可能選上 我要面子幹嘛 我要保本嘛 商人會這個算盤都打呀 你要保本的時候 你就不會想面子嘛 對不對 所以這些事情呢 對郭大銘來說一定退 所以鴻海股價 哎呦 不要一直看空哦 那米飯哥剛剛說 今天有莫名有三萬張買進是不是 放空 有三萬張放空嘛 對不對 哎呦有人放空就有人做多 這個從來都是政治問題 不是財經問題 大家試看看 這郭台銘的部分 第二件事情中國戒選嘛 因為一個戒郭台銘嘛 一個講趙天霖 另外講鄭文燦 趙天霖我們等一下來講 再講鄭文燦 因為鄭文燦的那個影片 每一段我都有 而且第一時間 趙天霖出事之後 鄭文燦影片都傳開了嘛 對不對 其實基本上他有三段影片 一段影片是這樣子 裡面的鄭文燦穿Polo衫 好穿Polo衫 後面有帶一個女生 這是第一段影片 然後從大門走出來 短短幾秒鐘就沒了 這大概是用夜市的 這個攝影機拍的 好第二段影片呢 是這個鄭文燦 鄭文燦穿著長袖襯衫 然後牽了一個女生 或是說後面跟了一個女生走出來 這第二段影片 也是幾秒鐘就沒了 可是這段影片後續就出了一個很有趣的 就是出了這個畫面啊 就是跟剛剛第二段影片一模一樣的一個鄭文燦的人喔 牽了這個女生 然後呢走進了房間 然後短短三十分鐘就出來 短短三十分鐘就出來 兩分鐘三十二分鐘 男人連兩分鐘都很重要 不是啦洗澡扣掉啦 洗澡不算啦好不好 所以這個東西呢就在影射嘛對不對 影射鄭文燦帶了一個妹出來之後呢 然後呢那個接著走到房間去開房間 我跟大家報告 因為這個我也不是 我也不是專業 而今天週刊呢 有依依去比對幾個特徵 我先講這件事喔 第一個我坦白講 這個畫面我第一眼看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像鄭文燦 這張真的像 這張真的像 輕輕越主持人 你也是內行對不對 這樣真的像 可是問題是 鄭文燦因為他們穿著也像鄭文燦 走路也像鄭文燦 因為我從來沒看到鄭文燦沒紮衣服的 這張真的像 可是重點來喔 他背後女生他想去 影射他是酒店妹對不對 可是事實上一 他們走出來的時候 他們距離很遠 二有個最大關鍵 這個關鍵問燕恩就知道 不可能是酒店妹 因為燕恩是看很多 沒有看過 沒有啦 沒有看過 你上次一直約我說我不能去 問問那個旁邊兩個 為什麼 因為這個女生有掛證件 欸 有掛識別證 酒店妹怎麼會掛識別證 我真的問過燕恩 燕恩說他沒看過酒店妹 在掛識別證 這很怪啦 然後拿手拿包 酒店妹通常都是香奶的 對不對 酒店妹有掛名牌 掛名牌 名牌是這個 名牌 但他是這種工作識別證 對啊 而且名牌是 沒有人在掛名牌 然後名牌是細細長長的 都有英文名字跟號碼 那個徐尾哥剛有告訴過我 那我在想說 這個機你看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你是採訪 採訪 所以你看這個很怪 這個政界不太可能 所以他其實 我認為啦 這張照片可能 鄭文燦真的有被拍到 就在一個不知道什麼地方 後面可能是認識 也可能不認識 或是就是 可能在同一個會場一起出來的 這掛政界 我覺得基本上可以排除 可是這就有趣囉 可是這個呢 就是說是鄭文燦 然後後面就牽了一個妹 或是後面跟了一個女生 這時候就怪了 因為這個到底是不是證 他的畫面就已經開始模糊了 然後我們認識 其實剛剛主持人家說 我們看這張就很像 這張很像 可是這張真的不太像 就不要講說這張下面 這樣就怪怪 對不對 可是有趣的事情是 這個畫面出來 他要影射什麼 有一個穿長袖 胖子帶了一個女生 這不是重點喔 走進房間 這才是重點嘛 對不對 可是周刊評論出來 一個怪事情 你仔細看喔 這個裡面 他是有口袋的 他這個政界修典是有口袋的 他這邊是凸出來的 他就比對有口袋 然後看起來擺了一包長壽 還什麼之類的 反正鼓鼓的 可是你看 這張照片 這個人很明顯 胸前是沒有口袋的 所以是蠻奇怪的 就是說 周刊去比對說 這兩件事情是很奇怪的事情 那女生的傳統 沒錯都是黑白點點養座 黑白點點養座 所以你拿去看 所以其實這件事情 周刊燦就直接說 根本不是我 或者他其實一開始講說 時間久遠被剪接 後來說什麼 他裡面的人不是我 其實我認為 他這邊A難 B難 C難 這個A難確實是很有可能是 鄭文燦 可是B跟C 其實坦白講蠻不像的 而且不管什麼時期的 鄭文燦我都沒有看過 鄭文燦不紮衣服 蠻怪的 無論如何 這些事情 其實坦白講 這說也說不清 鄭文燦不紮衣服 幾乎都紮衣服 只是說鄭文燦又沒有選 他還沒當市長之前 你看過他年輕的時候 他就是不紮衣服的 他如果還沒當市長之前 不可能那麼胖 最後是另外一件事 講是2011年的澳門 我有找過照片 也沒那麼胖 反正總而言之 也很總就怪啦 那這東西當然很清楚嘛 中國那邊丟出來的嘛 對不對 那這個東西 假設是真的 也是戒選 假設是假的 也是戒選 不論真假都會戒選嘛 都是啊 這沒什麼好談的 所以我把我看到疑點 一次跟他公布出來 好不好 一張有紮衣服 比較符合我們認識的鄭文燦 後面女生是有帶識別證 絕對不可能是酒店小姐 第二個 比較不像鄭文燦那個 他的衣服是都不容的 好 是一塊 另外一塊出怪招了 聽說這個中國的這個台辦系統 瞄準了台灣的這個名嘴 跟民調專家 發通告 發通告喔 我在這邊當三千載 他們領兩萬一級 差這麼多 而且兩萬一級 我今天還被人家講說 你真以為是台幣啊 是人民幣喔 人民幣 這個是人民幣 是人民幣 看看學偉哥的表情 他知道的 我沒有去過 但你知道嘛對不對 我被接過 人民幣 我們那裡面三千載 那我們坐在這裡幹嘛 我講到業員之一 眼鏡都亮起來了 最愛嫌疑就是他 你不要一直照搖 他還作愛我們這邊 表示他任愛的是中華民國 是不屑叛國的 對不對 跟買文具那種咖是不一樣的 是不屑叛國還是沒有找他 對 通告來一下 我以前在紐約 差點被共產黨告 另外一次你等一下自己講 好 兩萬來幣必發通告 原來賣台真的是有價碼的嘛 真的 我們三千三千賺 人家一賺賺十萬台幣 雖然也是銀頭小利 什麼銀頭小利 很大好不好 跟你比起來是大了 你也只要賺三天 才賺到這個錢 對 你不要抬舉人家是二十分鐘兩萬 對 你是一個小時三千 二十分鐘兩萬 你看 你看 我們看總保台犧牲多少 這越講越生氣了 是沒有辦法埋到我的靈魂了 兩萬去不行 如果兩萬不行 二十萬來BB試看看 我或許給你個五分鐘好不好 所以我意思是說 這是很多怪招嘛 甚至他還說還找名嘴跟民調專家 他有直接講要鎖定吳子嘉跟戴利安 但我們有說他們被收買 他們是目標之一嘛 因為都是公正有影響力的大哥嘛 為什麼會講這個話 會嘟嘟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一次坦白講選舉 你可以看到 中國介入很深 而且不准手段 不惜代價 不惜成本 就是要介入選舉 所以要說 因為我會想看